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米老鼠 蜘蛛侠 小黄人 超级玛丽等等 这些卡通人物通常主动和游客合影照相 然后向游客所要消费而谋生 目前纽约市府已经对这种现象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有民众表示支持打击这种现象 市长白色号表示会等待专案小组调查完毕之后再做写定 警方公布一段视频 希望寻找枪杀豪尔赫路易斯巴尔加斯的嫌犯 警方表示他在昨天清晨遇害 调查人员正在寻找一辆出现在监控录像里的白色汽车 以及车里的人员 视频显示当时这辆白色轿车停靠在39岁的遇害者 豪尔赫路易斯巴尔加斯的身边 巴尔加斯于昨天清晨遭到枪杀 他的尸体在马哈顿学院路4582号被发现 头部和身体遭到枪击 警方相信这辆白色轿车里的人员与这起枪击案有关 都有知情者请拨打18005778477 协助警方调查 警方正在搜寻一名少年嫌犯 他昨天在华盛顿高地试图行刺一名15岁的少年 调查人员表示 昨天下午的3点45分左右 该名嫌犯在C184街524号尾随在一名15岁少年身后 然后用刀刺响这名少年后背数次 目前受害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如果有知情者请拨打18005778477 协助警方调查 今天是第二届年度皇后日 在皇后区法拉盛 剧情的美国网球公开赛资格赛已经拉开帷幕 在这里不仅有网球比赛 也有其他的活动进行 今天是第二届年度皇后日 旨在庆祝纽约市特有的文化 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 今天在网球中心会场会举行各种艺术和文艺表演活动 除此之外 皇后剧院 纽约科技大厅 皇后动物园也会举行相应的侵入活动 如果想了解更多详情 请登陆usopen.org网站了解 纽约大都会的主场花旗球场日前举办台湾之夜活动 不但有台湾饶舍天后葛中山担任开球嘉宾 并且有台湾客家乐团大邦尼赛前在球场内表演 展现台湾的观光特色 广邀纽约客到台湾去观光旅游 由台湾观光局驻纽约办事处与美国职榜大联盟 纽约大都会队合作的台湾之夜活动 8月13号晚间在花旗球场登场 球迷们透过台湾特色文化表演活动 体验到台湾之美 包括驻约台北经文处大使张文良 观光局驻约办事处主任张伟廷等众多嘉宾出席 主播单位今年邀请了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 饶舌天后葛中山MISCO担任开球嘉宾 全场吸引超过4万名的民众来观赏 球赛开始前来自台湾客家乐团打邦尼 在花旗球场做了一连串的结合传统和现代的表演 饶舌天后葛中山也献唱他的成名曲Slide 为球赛暖场 并走上了投手球 为比赛投出了精彩的第一球 热闹的开场 我很开心为台湾投球 然后今天投的是蛮顺利 所以压力有一点已经走开了 但刚刚开始投球的时候很紧张 但谢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下次见咯 开球后与会嘉宾也一起合影留念 观光局的超级任务组长莫雄 也不停地穿梭在球场与球迷互动合照 观光局在花旗球场上大萤幕播出了观光的宣传短片 将台湾的好山好水带给现场球迷 有关台湾的观光资讯可以上网查询 网址为三个W店 GoToTaiwan.nt 华与电视机人阳展天 纽约参访报道 台湾当代艺术馆副馆长林玉杰 日前到访纽约 收到台美文艺协会执行长 李美华的热烈欢迎 他表示台湾当代艺术馆 计划在今年9月底 率领15位台湾艺术家 到纽约举行作品连展 推动台美艺术文化交流 为了协助推动台湾艺术文化 展现在国际舞台 及推动台美艺术家间的交流 台美文艺协会将在今年9月底 与台湾当代艺术馆合作 在皇后美术馆与纽约天理中心 举行台湾艺术家的作品连展 台湾当代艺术馆副馆长林宇杰 日前到访纽约 了解合作事宜 并前往皇后区植物园参观 目前正在展出的台美艺术家 作品连展 收到台美文艺协会执行长 李美华的热烈欢迎 林宇杰表示 届时将率领15位台湾艺术家 到纽约展出作品 也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参观支持 15位台湾艺术家 有原住民 有可能我们的很重要的男性艺术家 也有女性艺术家 所以它其实是非常多元的一个呈现 那展览也非常有趣 有挂在墙上的架上绘画 有多媒体的影像作品 那也有装置的雕塑的都有 所以面貌非常非常的多元 欢迎大家到时候来现场 参与我们的一个活动 据了解台美艺术协会与科学馆 自即日起到9月13号 展出主题The Moment当下为主题的艺术展 并将这项主题延展到9月27号 在皇后美术馆进行 同时纽约天理艺术中心 也将自10月2号起展出 15位台湾艺术家的作品连展 田美文艺协会表示 目前在科学馆及皇后区植物园 都有展出台湾艺术家的作品 也欢迎社区民众踊跃前往参观 欢迎电视机日安静天 有约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